大家好,我是老何 今天的园艺片的节目就是说一下这一颗棒棒糖 它是一个微月的品种做的嫁接 那么以前的节目当中,哪怕是严严酷暑的洛杉矶 今年特别热啊,将近50度的高温,它也在开 那么现在昨天经历了一场冰雹 那么这个花瓣上略微有受伤啊 那个真的不是雪纸,那个是冰雹 比较小颗粒的,有打受伤 但是承受下来了 那么照样开花开的美美的 特写镜头能拍出来吗 是吧,它经历冰雹之后有点受伤 但没关系 说明什么,说明它这些夜半哪怕是开的快结束的 已经完全打开的 它的花瓣没有掉的一地 没有散落 它就是不是传说中的,就是我们这种小 少花瓣快速开花月季的那种一个通病就是什么 叫一日散或者三日散 就是一抖就散了,花瓣散的满地都是了 像这个开禅了已经都还要八才能掉 是吧,说明这个性能是非常好的 那么它说了半天什么品种 它的中文叫新冰川 但是搜索新冰川月季还是能搜索到的 然后它的英文名,我会把它打到那个屏幕上去 它叫Legasburger 然后它的一个父母的亲本是Jeff Boycott 然后还有一个是All Must 这两个父母亲本我也会名字打出来 它真的是非常优秀 我说它优秀是为什么 我这棵苗因为割草 下面都已经割破了 只有一点点连着 其实伤害是很大的 然后在我今年肥水充足的情况下 我没想到它能完全恢复过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只有这边是好的 这边是不好的 以前的节目当中放过 然后它经历过红蜘蛛 这个和它的抗病性 其实关系不大 那么经过我夏天就是冲水 所以它这个品种 我在冲水的时候 有的时候开着花我也照样冲 都不太容易冲掉的 然后你看它的叶片是油亮亮的 这种油亮亮的品种的微月里面 就不得白粉病 它不得白粉病 比较少见的 微月里面是比较少见的 得过红蜘蛛我治好了 已经调养好了 用了一次药 后面全部是用水冲的 现在没有了 再加上现在气温已经下来了 更加不会爆发了 这是打伤的 不要紧 然后哪里买的 我是红蜘蛛买的 两颗一共 还有这颗 这颗其实是一起种的 它略微小一点 就是因为下面受伤的更厉害 更严重 那么也被我调养过来了 没关系 来摄像上来看看它的花苞 看看它的页面油亮程度 全都是花苞 它开的慢一点 但是开的也都开了 当时我去红蜘蛛买的时候 就两颗 我就都买回来了 我以为是冰山 然后开花以后 没想到 它比冰山颜色的层次感更好 更丰富 而且在夏天也不易褪色 稍微淡一点 现在颜色很浓烈 对比很强烈 白色和粉色 有点像龙沙 远看有点像龙沙的感觉 所以我特别喜欢 我准备要繁殖它 订阅老河的频道 以后我繁殖的情况 我还会陆续发帖的 陆续发视频的 在它花后 我会做一次修剪 然后我现在洛杉矶 已经快到冬天了 现在是已经立冬了 但是我们这刚刚是秋天 实际上是秋天 我还是准备做一个扦插繁殖 试试看 以后好坏 我会陆续在节目当中 和大家分享我的经验 因为我一直不喜欢去繁殖 但是这个品种确实我想再买也没看到 然后其他地方也没怎么看到 微月 首先它是个微月 所以我想它的繁殖还是容易的 大藤本什么繁殖 我就用另外的方法了 那个方法很好 那个方法是第几期来着 分摆玫瑰生根 原一篇可以搜索一下 这个繁殖我就不用那个方法 因为它的枝条太纤细了 我直接插 好 今天的介绍先到这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我闭上眼睛 想到你的眼睛